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繼續來錄這本書的第七章 也就是交換合約 事實上這本書選擇權在去年已經錄過了 期貨大概錄到第六章的時候 我就先暫停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YouTube的網站長成什麼樣子 基本上它現在就是長成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我大概最後一次錄期貨 應該是在今年的2月19號 那時候錄完之後就覺得有點無趣 因為這東西實在是有點熟了 所以講說這學期要開深度學習的課 乾脆來錄一下深度學習的東西好了 所以我就花了大概快2個月時間 就把深度學習就把它錄完了 但是期貨這一部分其實還剩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交換的部分 然後一直空在那邊 自己也覺得心情怪怪的 怎麼一直沒有把它結束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把交換合約 就把它講一講 所以我們的期貨部分大概也就可以先告一段落 那假如說要問說到底錄深度學習跟錄期貨或選擇權 差在什麼地方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錄期貨選擇權 其實常常需要計算給大家看 那不管是用Excel算 或者是那種小畫家 然後把數字寫出來都要寫非常多的數字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深度學習比較不用在那邊畫來畫去 那頂多畫大概就畫演算法 或者是畫一些矩陣的參數估計 大概要畫多少個 大概要估計多少參數 但是畫的東西比較少 可是要看懂程式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各有利弊 好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題 那這一張大概有20幾題左右 我大概也寫了20幾題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看合位交換合約 那它與遠距契約有何一同呢 那交換合約呢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兩家公司或兩個人之間的 所簽訂的一種協議 然後呢 雙方同意在未來的特定時點 進行現金流量的交換 所以看起來呢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去簽一個契約 然後呢 我們就約定在未來的某些時點 然後呢要去進行交換 那這個某些時點通常就是呢 現在就要寫出來 而且10點之間的間據呢 通常也會把它弄得是相同的 所以舉個例子來講吧 例如說呢 假如今天你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去跟銀行說 好吧 我現在呢要去跟你簽一個 交換的合約 然後在這個合約裡面呢 我們就是做一個三年的交換 然後呢 每半年交換一次喔 好所以呢 你就是每次呢 給我的時候呢 就給我Liver的利率呢 乘一個明目本金喔 好 然後呢 我就給你一個固定的利率 就給你固定的利率 那這固定的利率呢 例如說是5%好了 然後我們就約定呢 交換三年 每半年交換一次喔 那當然呢 這個東西要一個明目本金來乘 才知道呢 到底要交換的時候呢 要各付多少的利息喔 那當然呢 這個交換呢 其實它也是一種遠期合約的概念啦 只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它是多個遠期契約合成起來的東西 所以呢 後面問說 它與遠期契約有何一同喔 那我們想看看 什麼東西叫遠期契約 我們遠期契約不就是說 今天呢 我站在今天呢 我就跟銀行談說 我在未來的某個私店呢 我要跟你買標的物 所以呢 你就給我標的物 然後我就付給你呢 一個固定的金額 那這個固定的金額呢 可能今天我們就要去談成了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呢 就是遠期契約嘛 而且呢 我們再回憶一下 遠期契約呢 通常在簽訂的內撒納呢 雙方就是要去議定 這個遠期的價格喔 然後呢 使得呢 這個價格議定完之後呢 你也覺得很滿意 銀行也覺得很滿意 所以通常遠期契約呢 在期出的時候呢 是沒有任何的現金往來的喔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大家議出來這個價格呢 雙方都非常的滿意喔 所以你也不用補貼給我錢 我也不用補貼給你錢 那換句話說呢 其實遠期契約在簽訂的內撒納呢 這個契約對雙方的價值呢 其實都是零喔 好那交換合約呢 就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多個遠期契約的組合 因為呢 我們未來呢 是約定在未來的某些 我們現在是約定在未來的某些 我們現在是約定在未來的某些私店 要去做交換嘛 但是呢 我們是要多次的交換喔 然後每次交換的時候 就要依照我們現在的原則來做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了 交換契約基本上 就是多個遠期契約 把它包裝起來的一種契約喔 那同樣的呢 在交換契約裡面呢 你們雙方呢 在起初簽訂7月之後呢 也是要去約定一個類似遠期價格的東西喔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標準的利率交換合約裡面呢 就叫做交換利率喔 好所以呢 今天假如說 就像我們這個例子一樣喔 大家就是約定呢 固定端呢 其實就是5% 那浮動端呢 其實都是Liber 都是一個浮動的利率喔 好所以呢 那假如這樣議定完之後 然後呢 就代表說你也很滿意 銀行也很滿意 所以呢 在簽訂7月的內薩納 你也不用給銀行錢 銀行也不用給你錢 換句話說呢 跟遠期契約一樣喔 一個交換合約在簽訂的內薩納 其實呢 這個契約對雙方來講 價值也是0 換句話說呢 今天你們兩個會去議定一個交換利率 然後使得呢 這個契約在簽訂內薩納呢 價值對雙方來講都是0 那當然實務上呢 不會是兩個人去議定啦 因為實務上呢 要促進這個 市場 交易活絡的話 一定都會有一個報價者 那這個造勢者 或報價者呢 通常都是銀行啦 所以呢 其實這個報價呢 通常都是銀行 那銀行怎麼去決定這個報價呢 那事實上他也是秉持 我們剛剛所講的原則 他必須要去報一個價格 使得呢 在簽訂7月的這一瞬間呢 然後這個契約對雙方來講 都是一個公平的契約喔 他當然也可以去報一個 比較對消費者不合理的價格啦 但是呢 市場上 競爭者這麼多 這麼多銀行呢 都在報這個交換合約的交換利率喔 那假如報得太離譜的話呢 可能就沒有人要跟你做 所以呢 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呢 事實上 每一家銀行報出來的這個結果呢 都差不了多少 那換句話說呢 這些數字呢 也就是這些交換利率呢 都會使得這個契約呢 在7月的內薩呢 對雙方來講呢 大致是一個公平的契約 好 所以呢 這題我們就回答到這邊喔 交換合約 基本上就是呢 兩家公司所簽訂的一種協定喔 雙方同意在未來特定10點 進行現金流量的交換 那它與遠期契約有何一同 其實呢 基本上它就是遠期契約 只是它是多個遠期契約的組合 所以你可以幫他想成呢 交換契約基本上就是 遠期契約的投資組合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題喔 是以投影片第四頁的數字為例 說明呢 利率交換的運作方式喔 好 所以投影片呢 第四頁呢 它就舉了一個例子 其實就是我剛剛們 所講的這例子 只是我就開了一個頭而已喔 好所以呢 就是說 假設呢 你就跟銀行呢 我們就照投影片的數字好了 他說呢 在2016年的3月8號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就去跟銀行簽訂一個 三年期的利率交換 然後在這個交換契約裡面呢 就是 你是付固定收浮動的 好所以呢 銀行就是每次給你的時候呢 交給Library利率 然後呢 你交給5%的利率喔 然後我們就說 每半年交換一次 好所以呢 在2016年3月8號的時候 你們兩個人就去簽約喔 好 那第一次交換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事實上就是2016年9月8號的時候 這是第一次交換的時候 好 那我們來看呢 你到底會收到什麼 然後你要付出什麼東西 那因為呢 在這個利率交換裡面呢 你是收浮動 然後呢 去付固定嘛 你是收浮動 付固定喔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固定的部分呢 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因為固定的部分呢 當初雙方就已經講好 就是呢 5%嘛 好所以呢 我們假設呢 你的明目本金喔 是100元的話 那通常呢 這個利率本身是沒有辦法交易的 利率一定要把它變成是錢 所以呢 利率怎麼變成是錢呢 通常就是呢 要有一個明目本金 然後乘以利率 然後通常在乘以記息的期間 那這樣的話呢 才會變成是錢出來喔 好所以呢 在這個利率裡面就是收浮動 付固定 因此呢 在第一次的利息交換日 也就是2016年9月8號的時候呢 那事實上呢 你就是負5% 但是呢 5%是年利率嘛 所以呢 半年的話 你就是負2.5塊錢 就是100呢 乘以5%再除以2 好 但是你會收浮動啊 這時候這個浮動到底是怎麼收呢 那它呢 那它呢 是看 第一次利息交換日 那時候市場上的 6個月的Live利率嘛 我們這邊要講清楚一點喔 假設它是6個月Live利率喔 那通常呢 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呢 就是說 你今天假如是呢 半年交換一次的話 那指標利率呢 就會是半年的浮動利率 按照說你是1年交換一次的話 那指標利率就會是1年的浮動利率 這個是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 好所以呢 等到2016年9月8號之後 然後這是第一次利率的交換日 那你收的浮動到底會收到多少的利息呢 那難道看了呢 是2016年9月8號那時候的Live利率嗎 其實不是喔 事實上真正看了呢 是上一次 也就是半年前呢 2016年3月8號的這時候的Live利率喔 那你可能就會說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那你不要忘記喔 利率這種東西呢 你一定是要有一段時間讓它去累積 利息的嘛 也就是說標準的那個利率市場呢 通常利息都是需要一段時間去累積的喔 所以呢你假如說2016年9月8號的時候 你要收到浮動的利息的話 那不可能呢 看那時候市場上的Live利率啦 一定呢你需要一段時間呢 去讓它累積利息喔 那因為呢 我們的標題是6個月Live利率 所以在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裡面呢 其實通常就是看6個月前那時候的Live利率 也就是呢你在簽約那時候呢 你就看見一個Live利率 而這個Live利率呢 就是用來決定呢 下一次你可以收到多少浮動的利息喔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講都是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 當然有一些非標準型態的 是可以去看當天的Live 然後呢就付多少錢 但是那個東西呢 是非標準型態的 而且評價方式呢 就沒有辦法只用一條利率期限結構來評價 這個以後我們會說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 在2016年9月8號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收到2.1 然後呢付出2.5 那因為呢 錢你付出去還要再收進來 那好像沒有必要呢 就是做這兩件的動作 所以呢通常就會有一個 next cash flow 那這next cash flow呢 其實呢我們就發現 第一次就是對你來講 你就是要付0.4塊錢出去 也就是說呢沒有必要 你給銀行2.5 然後銀行再給你2.1 這樣太辛苦了 你就直接呢給銀行付的0.4就好 好所以呢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進額交換喔 也就是說在利率交換裡面呢 其實它在交換的時候 是就進而來做交換的 好那第一次利息交換的時候 2016年9月8號的時候 那時候市場上呢 又有一個6個月的Liber利率嘛 那假設呢是4.8 那事實上呢這個利率呢 就是用來呢 第二次利息交換的時候 那時候呢 浮動端到底呢 我們的金額是多少錢 好所以第二次利率交換的時候 都是2018年2017年的3月8號 因此呢我們就發現呢 在2016年9月8號的時候 那時候6個月Liber利率是4.8 那這樣子決定呢 下次這個浮動端呢 的利息呢是2.4塊錢 可是呢你必須要付出固定端的2.5 所以第二次利息交換的時候 那你還是要付0.1出去喔 好所以接下來呢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其實呢就是這樣子去交換 然後呢因為這是一個3年的交換 每半年換一次啊 所以呢我們總共必須要換6次 必須換6次 所以呢我就把它寫一下好了 反正呢也快寫完了嘛 好所以呢最後一次就是2018年的 這不是最後一次啊 2018年的9月8號是第5次喔 然後2019年的3月8號呢 才是最後一次啊 好所以呢我們就看呢 在第二次利率交換的時候 也就是2017年3月8號的時候 那時候呢市場上Liber呢 假如是5.3的話 那這個5.3呢就是用來呢決定 下一次呢你可以收到多少錢喔 好所以呢我就把 嗯浮動段的部分呢就把它寫一下 然後在2017年呢 嗯9月8號的時候呢 那時候市場上6個月Liber利率呢 假如是5.5的話 那事實上呢這個5.5呢 就是用來決定呢 下一次那你可以拿到多少的浮動的利息喔 好所以呢快要結束了 我就把它寫一下吧 因為呢這個東西整個寫起來呢 那等一下還可以再回答下一題喔 所以我們就 嗯 花一點時間把它寫一下吧 好 然後呢這裡是5.9 那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呢 為什麼我都不直接拿投影片來講 那因為事實上呢直接拿投影片來講呢 嗯可能不大好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版權的問題喔 所以呢我就用手寫的啦 那嗯 那你可能也會問說為什麼我不去弄一隻手寫筆喔 因為當初想說我們就來試看看呢 在不做投影片的情況之下 全部用滑書寫的情況之下 到底會怎樣 就想到這樣就快過了半年喔 好吧我們看一下呢 2019年3月8號呢 其實就是最後一次的利率交換日 利息交換日了 然後呢浮動動的部分呢 就是要看半年之前 6個月Library利率喔 就假設是5.9的話 那就呢 代表你最後一次浮動的部分呢 可以收2.95喔 好那當然呢 最後一次利息交換日的時候 這個6.4就沒有用了啦 就沒有用了 因為呢我們已經交換了6次了 好那固定段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負的2.5 都是負的2.5 負的2.5 負的2.5 好 負的2.5 好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呢 假設未來這幾年呢 那浮動利率呢 總是就是像我們這邊所寫的喔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整個利率交換的 現金流量 就把它給寫出來了 就把它給寫出來了 好所以呢 我們終於快寫完了 好所以呢 從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大概可以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呢 在利率交換裡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淨額交換的概念 淨額交換的概念 所以呢 就是看你到底要付多少錢出去 收多少錢出去 我們就算一個淨額就好了 然後呢第二個重點就是呢 浮動端的部分呢 其實通常就是Liber 沒有任何的加碼 也就是說浮動端的部分 這邊不需要Liber再加上1%之類的 其實並沒有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假如說這裡加1%的話 然後呢 又要讓這個契約 再簽訂的內薩納 維持是一個公平的契約化 那勢必呢 固定端的部分呢 就也要加1%上去 才會讓這個契約 又回到簽約內薩納 對雙方來講是公平的契約 可是呢 因為利率交換呢 它是一個淨額交換的概念 所以呢 但是呢 真的人家交換的時候 其實對浮動的利息 跟固定利息呢 減一減 看到底剩下多少 我們就進了交換就好了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呢 浮動的部分呢 就加1% 然後固定的部分呢 因為要讓這個契約在簽訂的內薩納呢 對雙方來講是固定的 是個合理的契約 所以固定端要加1% 其實並沒有必要 換句話說呢 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呢 其實浮動端的部分呢 就永遠都是LIB的利率 都是指標的利率喔 而且呢 通常你假如是半年換一次的話 那指標利率就會是 半年期的一個浮動的利率 那固定端的部分呢 理論上是你要跟銀行去溢價 然後溢出來的這個值呢 事實上就是在簽約內薩納 對雙方來講是一個公平的值 但事務上當然都是銀行去報價 但是銀行也不會報得太離譜 銀行他也是呢 會根據今天的利率期限結構 然後來算一個合理的交換利率 那通常他還會呢 再去加碼減碼 然後一個呢 就是變成是像買價 一個就是變成像賣價 他就可以賺中間的價差的部分喔 但是呢 大致來講在簽約內薩納呢 這個契約對雙方來講呢 其實都還是一個公平的契約 所以呢 契約的價值在簽約內薩納呢 其實價值是零喔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呢 我們可以看在這個交換利率 利率交換裡面呢 明目本金呢 它其實是不交換的 明目本金只是用來算 固定跟浮動端的利息而已喔 那事實上呢 你明目本金要交換也可以啦 那但是呢 因為利率交換呢 其實它是一個進額交換 所以假如說 你最後呢 這裡固定端呢 就把它加100上去 然後呢 浮動端呢 你就把它也加100上去的話 那事實上呢 就進額的概念來講呢 其實它最後呢 不是用正的0.45的正現金流量而已嘛 所以其實呢 明目本金呢 實際上是不交換的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其實它有交換啦 只是在進額交換的制度之下呢 它就被抵消掉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一個標準型態的利率交換 然後從這裡呢 大致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想法 一個想法 那這個在後面題目也會講 也就是說呢 假設未來的Libre利率呢 真的就是上升喔 我們這邊寫Libre利率 都是未來的這些10點呢 假設那6個月Libre利率就是這個值喔 好所以呢 假設未來Libre利率呢 真的就是上升 然後呢 站在2016年3月8號之後 大家就預期到這一點的話 這呢2016年3月8號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想像呢 這個利率期限結構 那應該是一個上升的形狀 是一個上升形狀 好 那假設利率期限結構是正的狀況的話 那今天呢 在簽訂利率交換的時候呢 它就是未來某一段時間的一個現金的交換 然後呢 雙方要去議定一個固定的交換利率出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今天事實上這5%呢 一定就是會呢 是今天這利率 利率期限結構呢 極其利率的某種加權平均啦 也就是說呢 今天要去訂這5% 然後假設在這5%的狀況之下 這個7月對雙方來講 千月內是公平的7月的話 那事實上呢 這一個交換利率呢 一定會比短天期的利率還要高一點 然後比長天期的利率還要低一點 假設呢 大家預期未來利率會上升 而且未來的利率真的也上升的話 那事實上呢 今天所決定出來的交換利率呢 一定就會是比短天期的利率還要高一點 然後比長天期的利率還要低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才能夠維持呢 這一個利率交換在簽訂內剎那呢 對雙方來講都是公平的 好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假如說你是這個例子喔 你是收幅動 負固定的話 然後呢 現在利率期限結構是上升的話 那其實呢 你在簽約內剎那 你可以去想像呢 這個契約 剛開始呢 這個交換契約呢 剛開始前幾個遠期契約的部分呢 其實對你來講都是負的價值 都是負的價值 然後呢 那漸漸的呢 後面這些契約呢 才會是正的價值 然後最後呢 達成這個契約對你來講呢 在簽訂內剎那 你的預期呢 是不賺不賠的 是一個合理的契約喔 那這個是我們後面有些題目問到的 就是說 在正的利率期限結構之下 假如說你是負固定收幅動的話 那其實呢 這些利率交換裡面 裡面的每一個遠期契約呢 對你來講 剛開始呢 這些遠期契約呢 都是負的價值喔 然後呢 再往後面交換的 其實契約呢 才對你來講是正的價值 那這樣的話 以維持呢 今天一個利率交換 那在簽約內剎那呢 對算法來講都是一個公平的契約 那總而言之呢 很多同學 他剛開始來學利率交換的時候呢 通常都搞不清楚這個交換利率 是一個什麼東西啦 那其實交換利率呢 他真正的定義就是 他事實上就是一種利率喔 然後使得呢 在利率交換合約裡面 在簽約內剎那 對雙方來講呢 這是一個公平的契約 事實上這個東西 就是交換利率喔 那交換利率怎麼決定的 其實還是從今天的利率極限結構去 決定出來的 所以呢 假如說你今天對交換利率 還是很不清楚的話 你就把它想成呢 交換利率基本上就是 今天的極其利率的很複雜的 家權平均啦 也就是說呢 是不同天期的極其利率的一種 很複雜的家權平均喔 所以交換利率呢 基本上就是 今天的極其利率的一種 很複雜的家權平均 然後呢 他基本上還是跟市場上的利率水準 是有關係的啦 所以假如說呢 今天的利率極限結構是往上的話 那基本上呢 這個交換利率呢 還是會比較高 那假如說呢 今天市場上的利率水準是比較低的話 也就是說 現在經濟體系 假如利率水準偏低的話 通常交換利率呢 他的值也會比較低啦 總而言之呢 你就把它想成交換利率 基本上他終究還是一種利率 只是呢 他是極其利率的一種 很複雜的家權平均 他的走勢 或是他的那個 值的水準呢 其實還是會跟市場上的利率呢 是保持大致同方向的關係 那只是呢 因為他是極其利率這一種 很複雜的家權平均 所以通常交換利率呢 他會比較波動小一點 他波動度不會那麼的大 那你想看看一個東西 你已經把它平均了 那平均的東西呢 通常 擴動度呢 就不會很大 那這個呢 也是很正常的 也是很正常的 好 所以呢第二題呢 其實我們已經把後面的很多觀念 都已經 把它 大致先提一下 那之後我們再看了後 就可以講比較快一點了 好我們看呢 第三個 為什麼利率交換呢 也可以視為固定利率債券 跟浮動利率債券的交換 好那我們呢 剛剛在介紹利率交換的時候說 其實呢 他是遠期契約的一個投資組合 也就是呢 在交換契約裡面呢 那像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你未來要交換六次 事實上呢 這未來的這六次交換的每一次 你都可以站在今天呢 把它視為就是一個遠期契約 那也就是呢 今天去跟他議定好一個 一個值 然後呢 到此的時候呢 你就是付出那個固定的值 然後收到標第五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剛才說 利率交換契約 基本上他是一個 遠期契約的投資組合 那我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呢 把這現金流量橫著看 橫著看 所以我們這裡交換六次呢 我們就會有六次的遠期契約 可是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 現金流量值著看 那什麼東西叫把現金流量值著看呢 就是說 你今天假如呢 是收浮動付固定的話 然後你的現金流量 不就是2.1 2.4 2.65 2.75 2.8嗎 那假如說呢 你最後一次呢 再把這100塊錢加回去的話 最後就是 102.95 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黑色部分 感覺起來就好像是買了一張 固定利率的債券了 好那同樣的呢 浮動斷的部分呢 我們假如把最後一次的100塊錢呢 也把它加進去的話 誒 剛剛是浮動斷的部分了 就是黑色這個部分呢 看起來呢 就像是買了一張浮動利率的債券 好那我們看一下固定斷的部分呢 這邊假如你把最後100塊加進去的話 然後呢 你就把這邊值著看 你就發現咦 這個東西呢 感覺上就好像當初呢 去放空了一張固定利率的債券 好所以我們說呢 在利率交換裡面呢 你假如把這個現金流量值著看的話 然後就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你是收浮動附固定 所以呢 感覺上就好像是 你去買了一張浮動利率的債券 同時呢 去放空了一張固定利率債券 好所以我們說呢 利率交換期限 你假如現金流量值著看的話 它真的是可以把它看成呢 就是固定利率債券 跟浮動利率債券的交換 好所以呢 你假如說你今天呢 是收浮動附固定的話 就等同於你好像買到一張浮動利率債券 然後呢 去賣出一張固定利率債券 那你假如說呢 你是 嗯 付浮動 收固定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在這個利率交換期限裡面 你好像是買了一張固定利率債券 同時呢 去賣出一個 浮動利率債券 好這個就是呢 第三題我們的回答